大叔時光 大叔時光常常會出現的一個人叫李妹 嗨 大家好 李妹就是他啦 你們看到烏魚子 我們今天晚上也可以來秀一首 今天有烏魚子嗎 有有有 今天都走海鮮掛 還有上次的那個 沒有我們剛剛鳳螺吃走了 鳳螺在桌上了 還有上還有上 等一下再來一條龍虎石斑 因為我們今天參加一個車聚 所以一邊一邊介紹一邊喝飲料 其實很多人想要了解那個 東梨號跟胡梨號 其實兩台差異是一樣的 只是一個腿比較長40公分 一個腿短40公分而已 因為長走跟短走的差異 唉唷 你真的很厲害 長走跟短走就是腿長腿短 對對對 你跟班長誰的腿比較長 當然是他的腿比較長 對我的腿比較短 短了40公分 妹妹會叫什麼的東梨號有多久 你知道嗎 是喔 但是我這邊不送他 多到40公分的空間很大 他說那個班長 班長來一下啦 來一下啦 你們兩個要同時入境嘛 對不對 這兩個姊妹喔 欸怎麼 班長的東梨號要送給你 怎麼可能 還說姐妹 不會 我最愛我的福利號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那東梨號跟福利號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們的床 他們的床 我那個 他們的床 那個大叔曾經講過 他是一個百變的車床 是我目前看過 所有床裡面 他的變化性是最高的 應該是這樣講 廣泛性裡面 他的活動性 自由度是很高的 你忘了多久 三年了 我開我的福利號 也開了三年了 然後 東梨號之後 他自己在創的嘛 然後 他的功能 已經比福利號有上升了 第一 就是腿長了40公分嘛 然後再來就是 陸續的架構 他長走嘛 所以先頂也會比較長嘛 然後 再來 就其他的功能性 他就是我們後來 只要我們Lion哥開發了什麼 我那一台就多了什麼 然後他現在開發了住車能 我也裝了住車能 那因為我個人呢 皮比較厚 所以我不用住車暖氣 他這台有住車暖氣 就差這樣子啦 對啊 然後 在後面背的 大家背的不一樣嘛 他背的是洗澡的 我背的是廚房嘛 你看我這麼胖 就知道我愛吃嘛 不是 你會煮 也還好啦 煮還好啦 我都喜歡在外面煮啦 在外面煮不用清潔 在家裡煮 還要少那個廚房 太麻煩了 外面怎麼不要 還是要啊 不會啊 我有很多G-Car啊 G-Car咧 G-Car跑掉了 G-Car不用我處理啦 G-Car不用處理 對啊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是東里奧 那東里奧的床 為什麼要找你 因為你是使用的 對啊 你是使用的 嗯 你最了解這個床 它的最大優點在發 是啊 這個床的厚度 你看它是全部都純乳膠的 而且這個皮椅 這個是像我的車 我有改過 那現在也換著跟它一樣的皮啊 之前不是這個 之前不是這種皮 那是最早一代的皮啊 現在它這種皮 做的不會黏屁股 就是你沒有電子做 它也不會 不會黏黏就對了 然後它這個椅子的設計 床椅的設計是 非常的 非常的百變 你看它這個床把它翻起來 剛剛是誰要睡的啊 剛剛是班長要躺著 要休息的 結果呢 它又起來 人比較狀況比較好 剛剛頭暈吧 所以本來 今天因為是車床大會 太多人來看床了 對啊 它介紹幾輪 它介紹 我們就從白天一直到現在啊 一直有人來看 那有人來看 我們就介紹跟它講解嘛 就講了幾遍 你看我這個 不是專業的sales 我都可以講一套了 那個 這個影片出來的時候 請他們看大叔事故 對對對 請他們看大叔事故 然後它這個是 剛剛本來睡 它這個睡 長度都沒有問題啊 應該有200公分啊 沒有 它的床是90 90 90 180 然後 這個躺著是 這樣就可以變椅子 這樣它就是變椅子 然後這椅子 它這個長度 我跟你講 長走的跟短走差異在哪 它這個移動式的方面 它是可以拉很寬的距離 是 它這裡出來 可以改成雙面對座嘛 對 你改一下 欸 就雙面對座了 雙面對座啊 它這樣子的做法就可以 這樣變成就可以對座了 而且它可以 它可以再拉 對啊 這個可以再退後面啊 這樣這裡就變成一個 很大的空間啊 那其實基本上 我們不太會這樣子 因為前面有旋轉座椅 就可以再坐兩個人 對 馬桶再拉出來也可以坐 那這樣上來對不對 夏天的 冷氣一開 就可以在車子裡面 可以一個很舒爽的空間 然後這裡再裝一個桌子 你開冷氣開得很順耶 沒想到你們家裡 欸我們家也有整齡器啊 哈哈 所以我們都 各種配備都一樣耶 是啊 擠到就涼了 然後這裡通足什麼 你看現在是客廳模式嘛 對 那一下隨隨便便一改 它就可以變成 臥室的模式嘛 我們這樣 欸你看夾啊 不會打架啊 不會打架啊 然後這裡可以再放一張桌子嘛 其實這個就是 長軸的好處 長軸的好處就是這樣啊 然後你先頂 先頂就往上站嘛 對你這台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把 臥室的模式跟客廳的模式 是可以隨時變換的 你看它這樣子變換是這樣 那這是裡面對座模式 對 這是第一個模式喔 這個擺便車手的模式 那我們來第二個 好來 欸 你基本就走開冷氣 是啊 馬上把它開了齁 你這可以再把它退到後面 好 這樣就是床的模式了 這是床的模式 這是床的模式 再把棉被拿來噗一噗 就可以躺了嘛 這是床 床的模式 這是第二個模式 我們剛剛是對座模式 對 然後這是床的模式 床的模式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如果不想動後面的東西 對 客人沒這麼多人 就打這一塊 做兩三個OK的 客廳模式 對然後 一樣也是客廳模式 這也是另外一個客廳模式 對 這裡泡茶 煮個咖啡 弄個小鐵青 然後 主人家 這裡旋轉出來 這裡又一把椅子可以做 對 所以我剛剛才說 對床的模式 這樣子就夠了啦 對 那是四個人 對四個人檢疫室 這樣其實就夠了 那後面是因為 如果人多的時候 再拉啦 對 那像我基本上 我的孩子大了嘛 我如果帶我弟弟妹妹的小孩 我出來 我就是整個躺平 整個躺平 那他們就躺在這裡玩 睡覺 然後就這樣出門 對對對 那因為路途遠一點 他就睡著了 啊爛哥他們沒有啊 他們就兩個人出來 這樣子 他們就這樣 對 跟你換一下 我也有在想 但是後來我想一想 那台車比較適合我 嗯 因為我不需要那麼多便 我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都會把它固定好位置 嗯 而且我這個人很尿摸 我喜歡睡覺的時候 地方就是睡覺 對 對啊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這樣子 客廳這樣串來串去 但是那也是礙於說 福利號比較短的原因啦 當然我如果有40公分的空間 我就可以做另外的一個運用 沒錯 對啊 因為 限時的受制就是在這裡 我們就這樣子做啊 因為你的是短軸 人家的是長軸 是啊 這就是兩者的差異性 那這個椅子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可以整個坐移往後 對啊 全部啊 一直往後退啊 沒有 他可以一個空間啊 我這樣講 如果你要載貨的時候怎麼辦 我載貨我會把他全部椅子往後移 來移一下 這怎麼移 全部往這邊移啊 對 然後 然後 如果是人 像我有一次去錄影 裝備載很多 還多載了三個人 帶了朋友的裝備 我就會把椅子往前 坐到他們坐嘛 東西錄影東西 從後車上下 你看他 他全部全移喔 再移 可以 另外一個床 再移過來 對啊 喔對 好 過來 他還可以這樣走過來 可以啊 他下面齁 來給各位看一下 等一下 他下面就是這樣子 無頓式啊 對他是無頓式 無頓式的滑軌 你想讓他在哪裡停 他就在哪裡停 對你看 然後這個椅子的好處 是下面都可以支那 我非常喜歡這個支那的空間 這空間非常的可以多用 下面都是一個支那空間 對啊 對 對 他們都說 他剛好閃過輪母的高度 有啊 故意的 而且這裡還可以擺個電風扇 對 然後你看啊 他整個拉到前面 拉到往前坐這裡 對 我後面 你看我後面的債貨空間還可以很大耶 我們曾經 我們的短軸的福利號 後面就是一個債務空間 對啊 他們就可以當個債務空間 對 然後他的床可以 向前向後 對 對 變成貴妃椅 你可以往外看 然後你的後門打開 他就是一個 所謂的山景第一排 對啊 我們都會常常這樣子 也不用曬到太陽啊 就有湖景第一排了 對 你看 對啊 然後 車子像一般的人 都喜歡不落地 你就靠著湖景第一排 把它停下去 躺著就可以看外面了 然後你如果覺得這樣不夠短 還有另外一個貴妃椅的裝置 你看還可以躺著 還可以另外一個躺起來 這是很多人很喜歡的椅子 就是百變床椅 我們今天把它完成做一個介紹 這是車主的現身 就這樣啊 你可以說這樣子躺著休息啊 你看 我告訴你 夏天可以這樣子看著美景 看著美景 然後吹著冷氣 我覺得還不錯 我最喜歡這樣子 屋障要露 其實白天應該還好啦 然後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我車上都會準備電文拍啊 不要不要不要 療癒一下 文字也改得差不多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不錯不錯 對阿 兩邊都是美景 你看上面也可以看 有沒有 是阿是阿 他的鮮艇跟福利號的鮮艇不一樣 他可以開三窗 那福利號沒有辦法 福利號是第一款 其實福利號也有可以開三窗的 福利號的 福利號的 福利號的擺電車床 我們今天喔 謝謝黎妹 你看他操作的這麼熟悉 因為他用的福利號已經三年了 對啊 非常的順手 阿你這樣用的時候 像這種床折來折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他有問題 沒有阿 沒有問題阿 你知道他是什麼套件嗎 我不知道耶 我只管用而已耶 他只要讓我能用能睡阿 你看他這個阿 你看他拿這個 他是靠這兩個關節 就這一個 你現在摸了這一個 這是一個關節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關節 這是德國萊姆套件 對 我們這樣子用 我覺得他這個椅背非常好用 不會像一般的 非常的耐用 不用那邊拉 這邊拉了 都不用 都不用 我只要這樣輕輕的一翻 一動 就躺平了 對 就變床 輕輕的一拉 往上一靠 欸 那就變椅子了 就變椅子 對不用再去找機關 還要在那邊拉一條繩 這邊拉一條繩 快速 對很快阿 非常的快速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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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